一直以来 人们都将西班牙的两代天王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进行比较 因为两人之间的职业生涯轨迹有着太多的联系 即将以未免冠军身份出战迈阿密大师赛的阿尔卡拉斯 在刚刚结束的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上夺冠 就此解锁了夺得阳光双冠的成绩 不但如此 他还成为2007年纳达尔之后 第一位在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夺冠的六场比赛中 一盘未失的球员 其实2017年费德勒夺冠的所有比赛也是一盘未失 只不过那时候大师赛还没有升级 因此费天王少打一场比赛 让我们看看两人在登顶的过程中都击败了哪些名将 2007纳达尔 No.53克莱门特 No.33沃达斯科 No.2 三费雷罗 No.31切拉 No.3罗迪克 No.13德约克维奇 纳达尔在晋级过程中击败的好手中 就包括阿尔卡拉斯的现役教练费雷罗 在前面两轮 他还击败当时的好手克莱门特和沃达斯科 后者2009年 与纳达尔在奥王半决赛上杀得难解难分的一幕 相信老球迷韩利利在目 四分之一决赛 纳达尔又战胜了阿根廷左手江切拉 与美国一哥大炮罗迪克相会再办决赛 最终西班牙人战胜地头蛇 与已经出出茅庐的德约科维奇决战紫禁之巅 决赛中还是成名更早 排名更高的纳达尔笑到了最后 也让德约科维奇首夺大师赛冠军的梦想暂时搁浅 2023阿尔卡拉斯 No.94科基纳吉斯 No.36格里克斯普尔 No.56德雷破 No.10阿利亚西姆 No.13辛纳 No.6梅德维德夫 相比较而言 阿尔卡拉斯这次战胜的对手 当时排名可能不及纳达尔 但至于西班牙小将的意义则非同寻常 首战科基纳吉斯算是小事牛刀 第二和第三战的对手 排名虽然较低 但近来的状态则为时不差 荷兰人格里克斯普尔 本赛季拿下个人巡回赛手冠 德雷破更是从上赛季末开始 就一路排名飙升 对阿尔卡拉斯而言 真正的考验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 面对同为00后的对手 此前交锋战绩自己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影响比赛心态 而是稳扎稳打 接连拿下两人 至此 青州已过万城山 本代阿尔卡拉斯征服的对手 仅剩下决赛的梅总 此时的梅总携19连胜 大有吞并西班牙人之势 但阿尔卡拉斯发挥了自己敢打硬仗的气质 再次拿下对手登顶 两代天王的比拼仍将继续 目前阿尔卡拉斯 在巡回赛决赛战绩已提高至8胜3负 大师赛决赛战绩3胜0负 对阵世界前十战绩为14胜9负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罗晨七爷 网球之家